南投立委補選的空戰跟基層肉搏打的火熱 選前黃金州大咖火力現在來支援 我們先來看國民黨的部分 國民黨現在的候選人是林明珍 那民進黨的話則是候選人蔡培惠 就以國民黨來看的話呢 現在有蔣萬安 還有我們的盧秀燕跟侯友宜一起 分別是在蔣萬安是2月25號站台 盧秀燕2月27號領軍助攻 而侯友宜是2月26號陪掃街 展現了整個國民黨的團結氣勢 那現在來說呢 國民黨中央接手了空戰 基層的肉搏吹票重啟 許淑華選戰組織系統的吹票 在個打戰的方面 那可以看到說現在藍綠雙方的結構選民呢 是55對45 其實差距相當的小 也不能大意 勝負的關鍵就在投票率了 誰投得多 這個投票率如果高的話呢 對於藍來講會比較有利 綠營估計會輸贏在10%以內 好 了解完國民黨部分 我們轉邊來看到民進黨這邊 候選人蔡北惠現在是由賴清德 連三天補選13場的狂掃選區 非常的認真 為什麼 這是他接下黨主席後的第一場戰役 就在雲南投 而我們也知道在今天晚上 則是由陳建仁出席造式晚會 那黨內的人士是這麼認為 他說這場戰役的差距縮小了 對民進黨來說就是贏了 黨的元氣也不會被傷得太重 那空戰猛攻林明珍安插兒子進到縣府 為子蓋豪宅立委副船子 這是我們民進黨來攻國民黨的 藍頭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 在下週六要投票 剛好就是黃金周的剛好碰上228連假 那藍營的展現團結智力 我們剛剛看到了 全部由朱立倫 還有四都的市長 縣市長 輪流都在為林明珍來造勢 那對手蔡培惠則是 請來了副總統賴清德 一連三天進駐南投 選前之夜還有總統蔡英文 賴清德跟陳其邁 綠營的大咖 現在已經全部都壓進到了南投 規格直逼是大選格局 台北市長蔣萬安來了 台北市長蔣萬安南下陪同林明珍 在南投市車掃拜票 高人氣奏效 沿途支持者熱情的加油打氣 南投立委補選前最後的黃金周 遇上28連假 藍營展現團結氣勢 現在立法院的生態 我們需要有經驗及戰力 了解南投的立委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與四都市長 縣市長 輪流為林明珍肇事 接著二十六號有侯友宜 謝國良接棒 二十七號找來嘉義市長黃敏慧 雲林縣長張立善 二二八當天則是由桃園市長 張善政助政 直到選前之夜 邀來臺中市長盧秀燕 等縣市女將以及朱立倫高呼耀 守護南投 而對手蔡培惠則是請來賴清德 一連三天進駐南投 選前之夜蔡英文賴清德 陳其邁 綠營大咖壓盡 齊駿南投為蔡培惠及棄規格 直逼大選 不過綠營把仇恨值拉到最滿 猛攻林明珍的豪宅爭議 林明珍不忍了 按鈴提告 為了強下南投這一席藍綠焦火激烈 民進黨指控疫情前縣長及縣補人員 五年多達一百三十三次出訪 花費數千萬元公帑 林明珍則回籍 只去大陸十四次 都是為了南投縣的農產觀光打拼 指控民進黨惡意抹黑 讓正常立委補選充滿岩小味 記者 綜藝小營是新李雲杰 南投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飲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